台鐵都會定期將這個預期的儀式物來拍賣售出 那麼今天在台鐵樹林站舉辦的拍賣會人潮眾多 原來是因為在清單當中除了有常見的行動電源之外 居然還出現了香奈兒包包 不沾鍋就連switch都有 只不過拍賣之後發現了 在最受阻止香奈兒包包因為迴損很嚴重 沒辦法便是真味 最後是遭遊陣風處處理 民眾瘋狂吶喊價格一個比一個還高 台鐵樹林站舉辦儀式物拍賣 現場民眾超級嗨 弄丟一些東西我都覺得很神奇 我想要看還會弄丟多少神奇的東西 像那個十四支高爾夫球鋼 我就覺得有一點厲害 還是希望一個相對合理的價格飆到 飆到switch 我想要seco的那個手錶 對 還有一些包包 台鐵把107到109年度 總共106件儀式物拿來賣 看看超狂清單 不只有香奈兒包包 還有switch PSP 兒童腳踏車 就連不沾鍋 不鏽鋼 筷煮壺 統統都有 這拍賣也在網路引發討論 有人就說還以為是抽獎 希望爸媽有記得帶小孩下車 只不過香奈兒因為發霉 無法辨識真味 由正風處銷毀 想撿便宜 只能擦身而過 香奈兒包包已經沒了嗎 我知道 香奈兒已經沒了 你用多少錢買到這個包包 兩百塊 對你來說很值得嗎 嗯 值得 北捷每年儀式物也不少 最常見的像是雨傘 電子票證 還有眼鏡等等 只不過攜帶物品長寬高 都有限制 Amy媽媽帶著座有雙胞胎 嬰兒的營友車搭捷運 近戰時被攔下 說這是行李得量尺寸 飛機表示已經向對方致歉 對新手爸媽們來說 恐怕得多多留意 這張宣言吳靖宇 新北採訪報導 請問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